所以这是平等的竞争 如果你们自动放弃了这种竞争的能力 确实会越来越笨 确实会越来越慢 而你最终一旦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的时候 你的独立性即丧失无欲 什么叫独立 什么叫独立 同学们今天就处在一种 由不独立向独立过渡的时候吧 你现在十八岁了 你现在有一种独立的叛逆的欲望对不对 你爹你妈说你都你和三十八岁吵的 你懂什么呀 不像小三岁的时候 你爹你妈说你哗上巴哭了爹尿了 没那么乖 你绝对现在跟三十八岁 不在里面中年七 有的是可说的 你这种反抗 不服管教 其实就是一种独立的追求 因为我有我的想法 我大了 你不要老拿我当小屁孩 这就是独立 但是你会发现 每个月有那么几天 你手心朝上的时候 你总会表现得特别好 总不敢招老爹老妈生气 因为这直接影响收成 对不对 那几天你要把考坏了的卷子 藏在学校里不要带回来 你要把考好的卷子带回家去 故意让老妈看到 对不对 如果老妈没看到怎么办 把它放在桌子的正中间 如果老妈还没看到怎么办 不能天天下 那太吃果果了 你的技术不行 我告诉你 你就把那卷子放在家里面 然后打电话给你妈 妈妈 我的一个卷子没有带 你能给我送一下吗 你妈一定连卷子带一百 我将奖金传给去了 哎呦我哥你考的这个好 那岔子就吃脱口扯了就完了 我竟交坏是吧 谁知道别让你妈看见啊 千万别让你妈看见 要不然咱就不灵了 你知道我这招 想来有好多这招呢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 很顺从的 很愿意取悦他 让他高兴的感觉呢 这跟收成密切相关的 对不对 这跟收成密切相关的 你在经济上不独立 导致你在人格上不可能独立 你真长成了 你真要离开家了 你自己能活 你能活得很好的时候 我提醒你一句 那个时候是你爸妈 最失落的时候 因为从纯理论来讲 他们没用了 那个时候你要过去拥抱他 你要过去跟他说 我永远感谢您二老的教会 我会永远是您的儿子和闺女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来尽我的孝顺 别说太多 万一哭死就麻烦了 他一激动脑一瘴了 是吧 适可而止的 说几句这种这种话 他们会非常感动 可是独立是什么 三从就是让你们放弃独立的这种 这种需求 一旦你们放弃 你知道 这个社会就是由男人来主导的 肃为子刚 所有的儿子 在一定在老爸撬掉之前 他永远没有独立的人格 君为陈刚就更要命了 君为陈刚只要不实行共和制 那全体国民就都没有独立人格对不对 那你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 造清朝的 落地主义 中国有几个人 可能有独立人格 什么人可能有 他在这三纲里边 全站那纲那边 不站纲底 他从这纲上都站着 有谁 皇帝行 武则天行吗 武则天是皇帝 但他没有 四位七刚啊 他把他老公就给压住了 对不对 这叫聘机司臣 大力不道 武则天不行 那这比是男皇帝是吧 男皇帝他要有爸爸呢 他有太上皇就不行吧 所以必须是成年 已婚 有子 男性的 死了爹的皇帝 中国古代皇帝一共也就几百个吧 同时符合这五大要素的 又得砍掉一批吧 那你算吧 全中国自古以来有过多少人 现在就有十三级多人 自古以来有过的可能是几十以上百亿人是吧 留到现在 能够数得出数了 有完全独立之人格的 肯定是 也就是一两百人的样子吧 可能几十个 几个对不对 那还有弱智呢 还大傻子呢 有的是大傻子呀 对不对 如果一边是数以亿计的一个分母 一边是以各来计的一个分子 这除出来 需要很好的数学吧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认为 中国自古以来教导我们的国民 不要有独立的人格 明白吗 独立是什么 是叛逆 国家之叛逆要诛灭九族 家庭之叛逆要 在族里面要用家法处置 叛逆是不被接受的 异端是不被接受的 你如果敢提出老师错了 就要恶恩棍打出的 那中国的孩子是不是越活越憋屈 那我们的创造力哪去了 中国人的想象力其实挺强的呀 你举个例子 你说中国的孙悟公 一个跟着十二八千里 你看他用什么方法飞起来的 外国的天使必须长辣小吃饭是吧 他飞着都必须有流体动力去 他得有煽动空气才能上去 孙悟公怎么上去的 敦煌那墨高窟那飞天 完全不受地球引力的建议 要把牛顿气死 牛顿行归是跟英国要给他割敦煌的 憋死他也想不到万有引力了 完了他不受万有引力干嘛 天飘去这都 但是在各种各样的限制面前 中国的想象力 渐渐就变成了瞎想了 就瞎琢磨 就开始琢磨 比如说这天人合一 我们愣给往一块矮 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光地震了 皇上你不对 皇上信的这 我是唯物主义者 我哪不对 天上有一颗彗星 走过去 有大星被入于背斗 你要写罪几兆了 英国人哈雷就知道 我看看这 七十六年 这是一颗彗星 绕着我们转悠 我每七十六年回来一次 这就没法说了 同学们 希望你能够理解 我们的中国人的思维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跟我们的思维方式 跟我们受教育的这个全过程 都有关系 而儒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 可不得了呀 所以今天 当有人对你推销新国学的时候 请你小心 国学里有很多好东西 但是国学里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你要是不小心 没有一个自己判断的能力 你被忽悠进去 可能性极大 我在这的前两天 天安门广场上树了一孔子像 在国博门口树了一孔子像 据说面朝北 高九民五对吧 为什么高九民五知道吗 九民五之尊呢 那是皇帝啊 那是肃王啊 知道吗 那这孔子是无冕之王啊 他正面对的就是毛鞋啊 对吧 但是后来发现 第一 他那个头还是比毛鞋那像矮一点 第二 孔子不是有点驼背吗 孔子那揉着像不是这姿生 就跟参拜主席一日的 有人解释 还是毛主席更伟大 比孔子还要伟大 但是后来争论不休以后 把那东西还是拉到院里上去了 中国政府的解释 那叫一个可乐 我们原来就是想放在院里边的 原来里边没地儿 我们在外边搁伙 愁死我了那时候 能不能有点 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解释 这样的儒家的大一统 对中国思想的这种毁灭性的派出 要远远大于他的贡献 我说的还是汉代 你等到了宋宁理学的时候 就更要命了 咱们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好 这不过说完了 科学与技术 大家看看造纸术 四大发明之首对吧 造纸术 最早目前我们发现的纸 是西汉初期的 甘肃添水的放马滩纸 其实比它还早的纸也出现过 但是呢 在好像战国时期就有这么一 一落纸制品 纸纤维制品 它是点油灯的 我是点那个油灯啊 拿那个纸 垫那个油灯 来擦那个油 它实际上是纸 但是它跟我们理解的纸不一样 因为那东西相当于麻布 是吧 我们理解的纸主要是干嘛用的 写字传承文明的 它没有运作我们需要的那种纸 所以我们不承认它是纸 那相当于麻布 那西汉的这个残片 甘肃添水放马 它那个纸的残片 是一幅地图 它画的地图呢 那就是纸的正当用途了吧 我们把它作为目前考古发现的 世界最早的者 在这所说的这两汉最重要的 这个造纸术 就是蔡伦的这菜猴子 对吧 蔡伦是个宦官 宦官也不都是坏人啊 偶尔也出于好人 蔡伦或不是那个正和什么的 那他也能干点好事那种 这蔡伦是个宦官 但是他用极为廉价的原料 制造出来的这个菜猴子 最终的结果 使得造纸术发生了一场革命 这造出来的纸质量又好 造价又低 给大家想想 在纸真正经过蔡伦改造 流行于世之前 人们普遍用的书写材料是什么 竹简和丝绸对吧 竹简太重 丝绸太贵 都不利于文化的传播 对不对 你不能光说纸又轻又便宜 他贵关键的 他能够大量的抄写 大量的去复制 这个文明就传播开了 所以他对于世界 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 是不言而喻的 好 知道这一点就好 那么 我们还可以从竹简和丝绸这 可以看到 比如过去那些古书 古书的单位 我们现在来说一册书 对吧 这是不是主点 象形文字对吧 还有一卷书 读书破万卷 对不对 什么叫一卷 这卷就是一卷 对不对 就丝绸 写完了一卷 一卷就是一卷 古代读书破万卷 就了不得了 今天同学们 可以在一年之内破万卷 为什么 古代那一卷没多少 基本就是一篇语文课文那么长 那足够一卷了 你一年读一两万篇那样的文章 也不算太过分吧 一年三百六五天呢 一天读三十段那晚 这就破万卷了 过去的那种 书也少 字也少 所以人在传播文化的时候 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纸一来就起了 这纸一旦大型于世 它就会极大的推动文明的传播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在秦汉时期 中国古代上古文明 有一个奠基的过程 经过魏晋南北朝 纸大量流行以后 进入到隋唐是吧 中国的文化 一下子就达到了一个巅峰 所以你要从文化发展的程度上来看 它跟纸的发明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在这我们说是东汉改进造纸术 纸还催生了一门艺术 我昨天讲过 书法 没有书法 没有这个纸 书法不是今天的书法 今天书法又主要是在纸上写 对不对 过去在竹简上啊 在丝布上 在石碑上 刻的石头 或者青铜器 甲骨纹 它都可以有书法 但它不是今天的中国书法 这纸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什么时候中国书法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呢 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 跟蔡伦改进造纸术相比 差一百年左右吧 几十年一百年 所以正是这个纸普及的时候 对不对 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位书法大师 就是东汉的蔡雍 有人知道这老爷子吗 蔡雍 他闺女比他有名 叫蔡文基 蔡文基大的 那这是特别著名的一位大文人 大文侯 那他是有历史记得第一位书法家 好 知道就行了 数学体系的形成 九章算术 主要承诺大家标注一下 一个是实际位置 实际位 实际位置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们还在数学上 你看九章算术 他分的九章 实际上基本都是英语题 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强 标志着以计算为中心的数学形成完整体系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也有一个 让我们感到很遗憾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总是解阴问题的话 你可能对那些不应用的题就兴趣不大了 明白什么意思吗 比如现在咱们这么些人 我要排这个座位 我怎么能够排这个座位 按大小个 按你的势力 我能排一个合理的座位 我要提出一个方案来吧 我提这个方案是为了解决咱们班的座位问题 但那个班没有这个问题 他不需要排座位 那是自习室 谁也在哪 谁在哪 也没老师讲课 我根本就不去算 对不对 对吗 下一个班 换一个 或者咱们换一个 我再重新算一遍 对吧 我都适用一个一个的个案 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突出一个什么 一个理论 一个方法 往往中国的数学 或者其他科学 在这上有失误 我们的自然科学里边 重观测而轻推理 我们的数学等等 都是重实用而轻理论 大家可能知道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勾三骨四旋五 我们叫勾骨定理 是吧 有没有把那三四五 叫勾骨定理的一个特例 对吧 但是我们压根就没有 A方B方C方的概念 对吧 直角三角形 两条直角边的平方 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这是什么 他在世界上被公认的名字 叫什么 叫毕特格拉斯定理 叫毕特格拉斯定理 毕特格拉斯是谁 古希腊数学家 对不对 时间跟中国的春秋战国差不多 对 中国人想出勾三骨四旋五来 人家想出一方比方 谁方来 人家那东西留下来 不是因为西方有话语霸权 才叫毕特格拉斯定理的 是因为咱们真的只有特例 没有推论 没有上升到理论 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有一个词叫不究竟 就没有推雄其 雄其根源 我们基本上就能用就行 中国人的德性主要在这 就是现实主义精神很强 这现实主义精神 实际主义精神有它的好处 因为它解决实际问题 它不浪费钱 不浪费生命是吧 但是它也失去了很多机会 这其实跟儒家也有关系 因为儒家他就特别强调现实生活 他不强调那些不着调的东西 我希望同学们 你们现在也大了 也十八了 我希望你们注意到一点就是 人总是要做一些不着调的事 你这边要特着调 特守规矩 你就是一个流水现实生产出来的成品 你全是被别人塑造出来的 你应该什么什么样 所有的好孩子什么样 你全有 不着调不是去招灾惹 或者去惹麻烦给别人添恶 是做一些好像白花经历 白花钱 但是却没有什么产出 没有什么客观效果的东西 举个例子 我前两天一学上来看我 在耶鲁呢 在耶鲁大学跟我聊天说 老师我那个 就是春天的时候 我去法国待了15天 我去法国干嘛去了 有什么项目吗 没有 我资格在网上找了 找了一对法国夫妇 在山里边种菜 我去跟他们种菜去了 专程飞到法国 山里边 阿尔卑斯山里头 春天到夏天之交的这个 天气还比较暖和的时候 跟一对法国夫妇 一块住了15天 种菜去了 我说你什么意思 你干嘛种菜呀 我深入体会了法国人的生活 那夫妇都是农学博士 人俩人不是普通老农 人家对于城市的生活极为厌倦 人家喜欢回归大自然 庄子在这儿了吗 庄子跟他媳妇 我去找高人去了 我享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我在一个极为纯净的 完全没有农药污染 完全没有什么现代科技的地方 我们用最纯土的心态 去体会大自然 去体会大自然 我说这了不起 这姑娘了不起 自个儿一个人在那儿去 来人跟我说 夏天我要去尼泊尔 我干嘛去 解放尼共毛主义人 我去尼泊尔看看 去年是自个儿自费 跟另外一个耶鲁的女学生俩人 自个儿被新加坡了 被新加坡 新加坡不是很多人 有基督教和佛教信仰吗 他去拿着一摄像机 去采访去了 就拍你的信仰 然后拍你的家庭生活 没有事先别人打钱站你知道吗 自个儿就去了 直接上新加坡去 就跟人家聊天 打算就拍了500多个小时的待着 最后剪辑成一个 1.5小时的片子 把那片子交作业了 耶鲁大学作业就是热了 我请问同学们 你们如果上了大学以后 白天除了打游戏就是追女朋友 你将来都是同龄人 你怎么跟人家比 你自己想你好 你自己跟人家比吗 你说这事是不是都不着调的 哪个中学大学会鼓励你 没事上法国种菜去 你爸你妈一听 不知道要一万块钱飞机票去 种菜去 你那菜上买点行不行 你那把菜上包下来 你想他考虑的是什么 钱 他考虑的是你的安全 他考虑的是东种中种中种 特世俗的事吧 你追求的是什么 精神的解法 回归自然 死了就买那不就完了吗 他肥料了 落花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梨更苦花呀 对不对 不挺好的生活吗 这就是归修不一样 我不是鼓励你们一定要都都上法国种菜去 这类似的事情 你哪怕就在国内 就在你家里 就在高三的业余时间 你高三也是要有业余时间的 要不你会死掉的 你知道吗 也要调剂自己一下 那么在那会儿 哪怕拿出五分钟来做一点点事情 做一点对自己的心灵 对自己的精神状态 对他人有好处的事情 这很容易做 我在死中办了一个爱心社 爱心社现在有一个项目是什么呢 你们将来都可以跟我去做 一边背着高三一边跟我做 没问题 每天晚上拿出五分钟有吗 五分钟的科研时间有吗 拿一录音笔 找一篇好 找一篇语文课文 好文章 要背的 你把他生情并茂的朗诵一遍 给我录下来 发到我邮箱里去 我把这东西转给盲童来听 不耽误你看书吧 对不对 不耽误你看书 你把我语文也复习了是吧 练了朗诵了是吧 还对别人有好处 五分钟就行 我不要太大 太大那邮件太大 你传不过来 五分钟一小堆 念两首唐诗 必备古诗 行不行 一点不耽误事吧 你把他做了 你想想你干的这事 将来一个盲童 他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 他会不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你的存在 因你的存在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这不是两不耽误的事吗 别念政治啊 咱们念点 念点是吧 先念点优素的 念点优素 别念那么高深的 念三个代表 孩子听吐了 瘦了 算筹 算盘 那就不说了 医学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 有一位名医叫点鹊 对吧 点鹊 我天哪 厉害人吧 点鹊就是似真法的发明人是吧 他居然能一问你这麦 就知道你得什么病 甚至他不问你的麦 他都能知道你得什么病 这眼睛跟X王爷似的 外号叫帅比超 有一顾人叫点鹊见蔡桓公是吧 第一次见 什么病在凑理是吧 第二次见病在 什么肌肤还是骨髓 还是肌肤放腹 第三次见病入骨髓 扭头就跑那个 是吧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 哪一种病是从皮肤开始 逐步进入到自己的内脏 并侵入骨髓的 癌症也没拽下 你皮肤还直接能侵入到骨髓去 也可能 对那是一个癌症检测仪是吧 你要知道司马迁怎么写扁鹊 你就知道这人确实是一大神 扁鹊原来不是大夫 原来没学过医 突然遇到一个医人 知道吗 突然遇到一老鞋 啪一点的话 点鹊就能从一堵墙后边看到对面的人了 然后他就成名医了 你信吗 你要信你也点鹊了就知道吗 这基本瞎掰 这张正景呢 名气就更大了 张正景号称是医圣对吧 据说他在湖南某个地方当过准守 这也是一个地方长官啊 白天先开门办公事 办完公事以后也不退堂 直接把那大厂改成药房了就 改成医院了 外边老百姓不是喊冤的 主要是排队挂号的 就跟着就看 他有足够的收入 他是一页余的爱护嘛 他有官府的这愤怒 他也不收 不收这个挂号费 白看 看着玩看着高兴 治一个算一个 治死一个有少一个是吧 给人看 看完以后发现那人没有钱买药 他还给药 所以这人医术也高 是医德也高 所谓那种既有财又有德 为之圣人也 故成医圣 在东汉的直观谱里找 没这人 这人没存在过 这人是谁吹出来的呢 就说是晋朝的时候 一个名医吹出来的 说东汉有这么一位名医 叫张中莹 这人究竟在历史上存在与否 还在差 还在差 咱们高考历史 一定说他有 就是有 就是有 怎么着 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他就是有 反正有 怎么着吧 不服给你吃中药 这伤寒杂病论 因为在中国古代 这方面的记载 往往是 是很模糊的 你们将来如果要学历史系 你们也可以去考证一下 张仲颖到底是谁 目前在史学界里 对此人有问号 有问号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说秦始皇曾经有过吗 那也不一定 你可以提出疑问 但是你要有充足的证据 去支持就可以 对不对 张仲颖这人 有人确实查过 当时就是这个军手的谱里边 秦张的就没几个 没有一个叫张仲颖的 所以你至少可以查他 是不是有什么别名 在什么时期 他是东华末年的 对吧 还有一位跟他同样齐名的戴武 现在给删了 叫华佗 听三国演义知道 华佗给关羽 刮骨瘤毒是吧 好假 中毒箭了 给切开 拿小刀刮那骨头 咯吱吱咯吱吱的 一着亲的就冷了 然后关羽跟那一边喝着酒 一边下着旗 相晕 表现关羽的神勇和华佗的神医 据说华佗有两大成就 一个叫麻沸散 喝完你就晕晒了 喝完你就晕晒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武琴系 是个体操 说传到现在了 就有人早上跟公园里还坐 我还真见过在公园里就爬着走的 在第一次车到地呢 爬着走 一大宅四点多钟 天还没亮子 跟底下爬 你看我天哪 动物凶猛 不要靠近是吧 真有那样的 你如果学习动物的某些动作 可能是能锻炼身体 这体操是可以留得下来 但那麻沸散 没有任何的丧子 只说记载 喝了完以后就晕晒了 但是呢 这丧子没有 据说是被 华佗晚年不被曹曹杀了吗 就说被狱卒给烧了 所以那个东西都没留下来 但这只能成为传说了 对吧 我想请问一点 据说华佗能够做开胸腹的大手术 他是中医外科 后来我就发现 现在的中医真是数点望足一帮废物点 现在中医有一个敢切你的吗 外科肯定找西医是吧 对吧 中医自个儿要做外科手术 也找西医是吧 他自个儿也不找他爸的切的 你想这么一个问题 当做开胸腹大手术的时候 这大口子一刀拉下去容易 缝起来还容易吗 不是把这肉皮肤缝起来就完了吧 里面的血管怎么办 神经怎么办 打开以后的这个感染怎么办 对不对 你光拿火烧上那刀 那就能切啊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 如果有大的伤口 有破伤风菌感染的话 那个时候没有破伤风针 死亡率百分之百 破伤风的感染 死亡率是百分之百的 对不对 他用什么办法来消毒 他用什么办法来防破伤风感染 他用什么办法来缝合 他真能把大的伤口 用针加上树皮做的那个线 就能给缝合了吗 我怀疑态度 所以后来我仔细一想 华佗让曹佐给杀了的原因是什么 曹佐头疼 曹佐老头疼 他过去说 我给你劈开 我拿斧子 你劈开 你那里边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我劈开拿小刀 你看着出来 你就好了 然后缝着就好了 我要是曹佐我也缺了他 四哥 你一定是刘备派来的 你才给关羽支过商 一定是他们的人 你把我脑袋劈开 我就完了 曹佐是一个比较有科学精神的人 对于中医 我希望同学们 也可以用客观的 理性科学的态度去看待他 你也别看我跟着说 说话着 你觉得有中医真不可信 真可笑似的 你自己用脑子去想一想 中医究竟有没有道理 他的阴阳五行学说 究竟是不是可以接受 我们学校原来请了一老中医去给我们讲课 你知道吗 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提到 说 是中国人的体质跟洋人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是食草的 洋人是食肉的 那洋人等于跟他们就什么都不一样 那你看吧 就是那个 当年八路军 小米加步枪 我们吃不上肉吧 这是吃不上肉 我们不照样 能够打敌人 我们受了伤 这小米汤也能够僵养啊 我当时里面乐喷了 有牛奶他干嘛不喝呀 他不没有吗 你喝牛奶真的不如喝小米汤更好吗 中国人的体质真的跟外国人有本质性的差别吗 我告诉你 你跟大星星的基因比率相同是98.5%以上 你跟香蕉还有55%的基因是相同的呢 中国人跟外国人就真的就这么不一样 千万别信呐 真的千万别信呐 我希望同学们用理性科学的头脑去看待他 对于中医 我不想一棒子把他打死啊 但我其实我不能不一棒子把他打死 中医是已经被证明的非科学或者伪科学 这已经被证明了 有人可能会听得很不愉快 感觉他跟我嚷嚷 那我感冒了 我喝感冒冲剂 喝板栏根 感冒冲剂配板栏根 咚咚咚 一喝两大碗 完了 那怎么不是这个药的结果 你自己想这俩有病人原因吗 你下次拿你自己作为活体实验 你要是感冒了 首先啊 确定不是流感 不是流行性感冒 你要知道英语当中感冒叫catcher code 对不对 流感叫flu 这是两种病啊 咱们流行性感冒跟感冒完全不一回事 不要你不是flu 不是流行性感冒 那东西要命的 只要是普通的感冒 就两种 一种是细菌性感冒 一种是病毒性感冒 对吧 病毒性感冒没治 吃什么药都没用 病毒性感冒 吃什么药都没用 七天准好 细菌性的 如果白血球高发烧 用抗生素可以管用 抗生素不管病毒 只管细菌 这都是实验证明的东西 如果你是病毒性感冒 好 你重彩了 你天天喝白开水 蹲蹲蹲的 喝冒雷纸 吃那大鸽头水 你记住 你七天之内做什么 喝水 睡觉 撒尿 就得犯件事 能吃饭就吃饭 吃不了饭就喝水 反正保持别脱水就行 通常 这七天感冒 第一天发作 第二天加重 第三天巅峰 第四天好转 五六天几乎好 第七天鬼好 如果你第七天还不好 那说明你的身体 被其他部分被感染 有并发症的危险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以让医生去看内容 但是就感冒而言 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 在这过程当中 你喝了六碗 把蓝针 喝了七包 感冒充进 然后你说那是他治好的 这没有科学的 这种证据之称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理 有人说那中医是几千年的文明 中医 有人还骂我 没有中医你总都死绝了 是啊 中国古代没有西医 对不对 没有外边的这种 现代医学吧 那是不是没有中医 我们就都死绝了 有中医也没不死绝 你知道中国 老百姓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 平均寿命是多少 三十九 三十九 到我这四十里就该死了 你们这样 你就土埋半截子了 知道吗 没什么可混的 所以十三岁 你必须得结婚 你知道吗 不结婚不生孩子来不及了 你知道吗 那真是来不及了 你就死绝了 你平均寿命三十九 那还有活六七十的呢 从谁那找吧 就从你那找吧 你知道吧 十二十岁死了 有的是 古代的皇帝的家族里面 皇子的夭折率超过50% 他们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和医药的 对不对 皇子的夭折率50% 所以 古代的人为什么那么能生 那么想生孩子 生完了大量都留不住 有点小便 一发烧死了 大伯死掉了 太正常了 谁像你们现在 怎么弄都不死 就一个还能活在这儿 帮帮硬的活着 那建国六十余年以来 中国的人均寿命 从39岁提升到70多岁 几乎翻了一番 你说这里边差什么 对不对 不就差你们的生命就能活 然后怎么病都不死 过去 过去生下来 一半活不了 你想想那农村的 那接生婆 那刚搅完草料的那大茧子 搅你那期待 咔嚓一茧子 你跟你妈不全完蛋了吗 他没有感染的这种概念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理解一点 说中医有问题 或者不适用于现在 不是对中国文化不尊敬 不是说我们对老祖宗有蔑视 西医也不怎么样 那个年代古代的老西医也不行 你知道西方人怎么治这个 比如你发烧 或者你有什么急的热病 放血 拿刀咔嚓子 嘶出来了 一会儿就好了 也许就死了 美国开国的国父华盛顿 是放血放死的 烟壶盐 烟壶盐现在干嘛 吃点含片不就完了吗 愣吧 国父华盛顿给放血放死了 那怎么办 那个年代他没有现代医学 所以不要说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 这是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区别 传统医学应该进博物馆 应该用历史专业的人来研究 而不应该再给别人看病 我说这话 你爱信不信 有本事你就蹲着大医院的急诊室里 你看看 急诊室里永远没有中医科 当中医大夫特好 到点就下班 没人晚着找你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 得疾病的都被西医那儿去了 连中医自个儿得疾病都被西医去了 中医不管用 谁都知道他不管用 说了很多中医的坏话 你们自己掂量着信 不要不要都信 我的话以后记住 永远不要都信 你们自己用你们的理性去判断 就可以了 文学 汉素 文学我们可以串新一条线的 前面讲过 风箱是吧 诗经和楚词 那是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文学的巅峰 汉复是汉朝的巅峰 汉复的特色是 慈藻华丽 气势雄伟 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 往往人说大汉大汉 就老是这样 特别大气 但有的时候大而不大 你这你写作文的时候 你要成天把这作文 八百多字文写了 二十条每条四十个字的口号 题目叫 今天我们要解放全人类 第一句 为什么我们要解放全人类呢 因为我们是历史 选择我们必须要解放全人类 我们就是要解放全人类 解放全人类就是对 就是对 就是对 这文章你老是能掐死你 你写什么呢 你 对不对 有的时候太大了 不好 将来 记住啊 做学术研究 如果你想在学术里边 想有所发展的话 我从高中开始跟我的学生 做这个研究性学习的时候 你们肯定演错是吧 做研学的时候 我要求他们一定要小题而大做 就别老动不动 就解决北京的这个交通质安 交通的这种状况 印度问题 你解决不了 北京市市长都解决不了 你要解决他不自杀了吗 他有什么俩活着 高中生解决了 对不对 你解决一点什么小问题呢 比如说 你在排队买饭的时候 怎么能够把前十个人 给我约束住的问题 这就很难了 对不对 你要能解决一些小问题 就是能够深入去做进去 而不是满片空话 汉富成就很高 有很多的名家 将来你们如果读中文系 读古典文学的话 汉富也可以是一个研究方向 汉富可以是一个研究方向 它是中国古典印文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成果 一般的这个名家的代表作品 自己看一看就完了 比如司马相如什么的 看看就完了 好 我们开一点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我先得给同学们来这么一张表 因为它太乱会儿 它不像群海那么容易 我一说就完了 不用给这表 你看 三国两进南北朝的朝代言格 不要求你记所有的时间 但是你大体上要知道这个时代 跟我一起来看 从东汉开始 朝代歌中说 一统秦两汉 三分未属 对吧 好 公元二百二十年的时候 曹丕 废汉宪帝 自立为 魏国的皇帝 他爸爸曹丑 生是东汉人 死是东汉鬼 没混上这皇上 他儿子 曹丕 混上了 所以建立了曹位 第二年 刘备在成都称帝 建立蜀汉 二百二十二年的时候 东汉的孙权称吴王 二百二十九年称吴大帝 也称了皇帝了 那么到一般来说 从二百二十年曹丕建位开始 三国就开始了 那么再往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箭头归下 曹魏灭蜀 大家听过三国演义都知道 祝国亮死了以后 这刘禅是不大争气的是吧 别人管他叫刘晒 说你这倒霉名字 起的就是一善让的名字 这凑合带着吧 曹魏灭蜀 西晋 拜曹魏 西晋灭吴 明白这个关系了吧 那么在公元二百八十年的时候 三分归一统 西晋短期统一 这个统一维持了三十六年到公元三百一十六年 三百一十六年 兴奴贵族 刘渊 攻灭西晋 西晋的皇族逃到南方建立东晋 北方陷入十六国的混战 这十六国有十五个在北方 一个在南方 统称十六国 而东晋 是由司马仕在南方建立的一个 偏安的小朝廷 中国进入到东晋十六国对峙时期 此后东晋被刘宋取代 刘宋被南齐 萧良和臣先后取代 宋齐良臣合称南朝 而北方的十六国被北魏统一 北魏分成东魏西魏 转化成北齐北周 北周又灭北齐 这五个朝代合称叫北朝 中国叫南北朝定立 最终在公元五百八十一年 北周的外戚阳间 被境地自立建立随朝 随又灭臣五百八十九年 重新统一中国 所以这段历史 是从二百二十年东汉灭亡 到五百八十九年 随朝统一 明白吗 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 我们把它叫做三国两晋南北朝 也叫魏晋南北朝 也叫魏晋六朝 这有很多个名字 看个时代特征 时代特征我这写的说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大乱世 真够乱和的 你把这表画下来就够你折腾回了 国家分裂 大规模战乱连连不断 对经济破坏严重 就说的是这段的坏处是吧 好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段里面 整个这三百多年里面 中国的整体发展的 那个水平是相对是比较落后的 那太乱会了 但是呢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人生终将辉煌 这是余敏洪说的 是吧 我们在这混乱的政局里面 要找一些新的 好的因素 第一 江南新经济区的开发 这实际上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开发江南 还有 中国经济重心 南移的电机时期 还没开始南移呢 中国农业经济重心 开始南移是在 唐代中期 安始之乱以后 完成南移是在什么时候 两宋 一般说两宋 南宋也行 南宋更准确一点 两宋时期完成南移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三个点 电机时期在魏晋南北朝 开始南移在隋唐 你假如说就隋唐时期吧 然后最后完成南移是在 两宋 北朝的民族大融合 是一个重要的亮点 也是我们在这一段 所讲的重中之重的东西 对吧 我们要看看 鲜卑族 错华式是如何 逐步融于汉族的 我们也要讲一些 民族融合的基本理论 好 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 继续在世界上 居于领先地位 都混成这德行了 我们还世界领先是吗 对 因为别的太糟了 你知道吗 别的都是怂人 咱们是稍微不怂一点的人 所以咱们就算 最怂的时候也被他们抢 中国这个科技文化的领先 维持到宋元 在宋朝时 我们还有领先世界 元朝时还有一些领先世界 到明清全面落后于西方 所以这会儿我们还遥遥领先于世界 那么民族融合的高潮 整个这一段我们最多讲的实际上就是 为小文字改革是吧 好 请同学们来看一看一些背景的理论 这个呢 需要同学们跟我一起来 听一听 想一想 你愿意记也可以记 没有人会考这个 但它很重要 首先 什么叫民族融合 什么叫民族融合 在座各位都有什么族 汉族居多吧 有没有少民族 有 考极了 高考你要加分的 气死他们汉人不偿命 他们汉人跟你考一样的分 他考不上 气死他 气死他 为什么汉族不加分 你们人忒多 瞧你们汉人都晕你这种 人忒多 所以我们加点分 你们也别那么多意见 什么叫汉族 我叫汉族 胡锅板那 写上 什么叫汉族 是不是 你们祖宗谁啊 我不是汉族 我当年是有加分的 气死你们 也 你们汉人的祖宗是谁啊 不知道 完了 我们少民都知道是吧 你什么族的 满族的 我身上一半满族雀徒 我们是一家子 什么旗的 正黄旗 哎呦格格 你好 这是我们格格 你们呢 什么是汉族 我们满族往前一刀 是女真 是满族 满族前面是女真 女真在这个 魏晋时期叫一楼 再往前 西州叫肃胜 我们这条线串下来了 你们汉族呢 阎皇子 哎呦挺好 阎帝和皇帝是吧 阎帝和皇帝 部落联盟 后来形成一个族叫华夏 对不对 华夏族后来到汉朝时 就形成了汉族 对吧 好 你相信一个民族 凭自个儿生 能生出十二余人来吗 这也忒能生了吧 你们汉族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史中 速来本着这样一种原则 这种原则是什么呢 你们汉族在街上说 谁敢惹我 一个少数民族说 我敢惹你 然后你们汉族一把就拉过来 谁敢惹我们俩 就融合了 那少数民族就不在了 你知道吗 就变成汉族的一部分了 我们无意蔑视汉族 或者恶族攻击汉族 汉族老大 真是老大 世界的老大 你们这一个民族 顶世界好几十国家的人口总和 这就实在是 更古以来未有之伟业 建民族伟业 建民族大业 是吧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汉族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大融合的结果 这一砸砸 不能再说了 再说就不好听了 是吧 也有好听的说话 科学说话叫基因优势 为什么汉族 有这么高的文化成果 文明成就 是因为他不断的融入 各种各样的民族基因 有很多的古代民族 整民族的加入汉族 固然在古代来讲 从华夏民族时代开始 周边少数民族的文明成就 就输给汉族很多 就相比较落后很多 但是呢 汉族从来不拒绝少数民族文明的加入 就像我说的 就是谁敢让我们俩 挂着给人 给人建兵了 这种通病的感觉 使得少数民族 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同样作用于汉族 使得他融入了新鲜的 这种文明的血液 这种文明要想长久的存在 必须有不断融入的新鲜血液 否则的话 都尽心结婚将来就一帮大傻子 人这玩意儿 本直接说俗的了 说粗的了 咋种好 奥巴马大傻子 黑爸白妈 肯尼亚的爸爸 美国的妈 凑一块出来能当美国总统 你爸要是黑龙江 你妈海南岛 你就能当政治局常委 你爸要卡克拉玛根 你妈齐里马扎罗 你能当联合国秘书长 那反正那不是随便乱说的 这基因优势在这摆着呢 不同人种的这种混血 往往都是比较聪明 对吧 我也不独让咱女生将来都嫁外国人家 中国男孩也不错 是吧 你可以找点外地的吧 我这找点 中国本来就很大 咱就不是一个民族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汉族不断地发展壮大 变成文明 长久领先于中国其他民族 和领先于世界的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也很尊敬汉族 你别看我身上有一半满族血统 一半苗族血统 但我实际上 我既不懂满语也不会说苗话 我早已经被汉化了 我已经被融合了 你知道吗 但我们从历史课的角度来看 民族融合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你可以记得一句话 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 是各民族 经济 文化 及生活方式 相互交流 沟通的结果 民族融合 是各民族的 经济 文化 生活方式 相互 交流 沟通的结果 自然融合 是主流 自然融合 是主流 民族融合 有利于 中华民族的 形成和巩固 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 有利于 中华民族的 形成和巩固 并对 中国的 统一 和 发展 有积极进步的影响 有积极进步的影响 并对 中国的统一 和发展 有积极的 进步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 这先把它都记完 咱们再说 在中国古代 民族融合 通常是 在中国古代 民族融合 通常是 汉族 为主体的 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 说白就是 我们少数民族干不过你们 我们真干不过你们 那么对少数民族而言 民族融合意味着三话 三个话 一 定居农耕化 对少数民族而言 意味着三话 一 定居农耕化 二 封建化 二 封建化 三 汉化 汉化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好 记到这就行了 问大家一句 为什么少数民族干不过你们 你就看这屋里 就我们俩人能跟你们去 打也打不过你们 孙子让你们把我们给做了 汉族第一是文明成果 确实比我们先进 第二就是 人会多 你知道吗 你说我们哥一个去 你们来一万 然后咱们融合吧 我能把你融合了吗 开什么国际玩笑 肯定是我被你们融合了 对不对 这个没什么办法 那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像我们所讲的北魏 是少数民族王朝为主吧 那么他在进行推动民族融合的时候 或者他在北方进行统治的时候 就面临一个问题 是按照先进的汉族玩法来 还是按照我们过去少数民族玩法来 他要固守旧有的东西 那他就是拒绝改革 造成倒队 对不对 他要是学习汉族 他就不可避免的被汉族通化掉 汉族的吸引力太大了 黑洞你知道吗 从东西全部卷掉 那有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 为了追求统治 为了追求发展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本民族被消灭掉 那没办法 汉族人用这种方法消灭了很多民族 因为这人太多 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些人全部杀掉 是吧 最后的结果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什么时候形成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往早了说在清朝才形成 往往了说现在还没形成 再说各位 谁胡合不然写中华民族啊 出去说的时候也都是嘴上的密说 对不对 你该是汉族还是汉族 该是满族还是满族 谁也不给中华民族加分 对不对 加分的时候去你的中华民族吧 我还是汉族我还是满族比较好一点 是吧 你就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更多的不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 而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 但是我们政治学者造出来 忽悠人的 能理解吗 能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 在中国古代的民族撒展长河当中 我们只要掌握刚才我说的这几条特征 基本上也就够用了 民族融合的时候 有很多种方式 对吧 我说了自然融合是最好的 是最长久的真融合 但像我们所讲的魏孝文帝改革 这就是行政命令吧 政府的力量推动融合 对吧 它也可能推动 但是有可能造成过激 或者太快 有可能有些副作用 还有比如说战争也可以促进民族融合 春秋战国的时候打着一塌糊涂 你抓那个俘虏过来 他就把他那个民族的文化带过来了 对不对 你签世皇 签五十万人去南方 去束手百岳 签三十万人去束手 原来薰奴就地 那都促进民族融合 对不对 然后这种方法 战争也会造成民族融合 那希望同学们注意一点 我们现在形成一个默认的惯例 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存在过的民族 都是中国古代的民族 在今天中国边境以外 存在的民族都不是中国的民族 所以这划分方法本身就非常混蛋的一方法 这根本就不对 这很不历史 但没办法 现在政治就这样 你举个例子 你说金正日他们家 朝鲜 咱坦白的说 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对不对 但咱现在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 北朝鲜人民不乐意吧 韩国人更不乐意 韩国人会认为全世界就是他们的 对吧 咱跟他比这干嘛 比臭不要脸上了 怎么不干这事 对不对 这现在朝鲜民族就不是中国的是吧 但是中国境内有没有朝鲜族啊 中国有好几个民族都是跨边境的 对不对 歹族 什么叫歹族 你看那字怎么写 歹族是泰人呐 一个丹利人加一个泰国的泰啊 歹族是泰人呐 对不对 那跟泰国的民族是一样的呀 对吧 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同学们将来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时候 有智慧 啊 我们大概知道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的 你说出来就容易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今天 江读和藏读 这都是民族问题 是吧 都有民族问题在 这希望同学们小心就行了 我们下节目开始再想这个 谢谢大家